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多想啊 大哥 他还没回来呢 没有 你别着急 他这么大的人了 性格又沉稳 不会出什么事的 就是着急也是干着急 着急有什么用呢 有用 对不起 我暂时只能跟你这么点 已经是额外的了 什么时候再来 这样 你们俩先到政府去问我 我跟他去找镜头 先生 您来试一下 哥 来看看 破残局赢了两块钱 千古残局 难解之语 近代高人 你知红子知黑子 你听 知红子 第十一部绝杀 谁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你啊 吓了人家一跳 你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 已经不早了 这都到了吃午饭的点了 我给你买了几个烧饼 也不知道你爱吃不爱吃 爱吃 爱吃就好 趁热火赶紧起来吃了吧 不起 你不起来怎么吃 我要你喂我吃 我要你喂我吃 你笑起来真好看 真的 我没想到你会过来 我没想到你会过来 其实我也没想到回来 两条腿就不像自己的 完全不受控制 不由自主地就来了 昨天我还说你 向行驶走肉 其实我自己才是 为什么这么说 觉得自己堕落了 我现在很迷茫 没有方向 还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觉得很没用 你是干什么的 一个无所事事的废物 真的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扛枪打仗的 不是 骗人 你讲得不像 怎么 不像呢 不像 看来我当兵确实是个错误 但事实上我是个当兵的 而且是一名陶兵 那你是乌佩福的兵还是 曾经在张宗昌的军队里面当过兵 后来我逃跑了 你是山东人 是 山东是出量身好汉的地方 可惜我不是什么好汉 你能从张宗昌的军队里逃出来 说明你是好汉 谢谢你的夸奸 我说的是真心的 我说的也是真心的 那你逃出来之后呢 之后到了武汉 考上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就是金雅玉他们想去的那个学校 你认识金雅玉吗 金雅玉 就是妇女节搞裸体游行的那几个姐妹 我想起来了 她们是这儿的 你付了多少钱 我付了多少钱 你到我这儿来 是要花钱买时间的 我付了两块钱 那差不多该走了 你还有多少钱 我我我还有一点点 过来几次 差不多两个晚上吧 你还倒挺诚实的 你想不想出去走走 去哪儿啊 随便 你不是想跟我说话吗 在这儿说话 你得花钱 那你先下去等我 我十分钟后下去 好 你要是在这儿碰到熟人 怎么介绍我 你希望我怎么介绍你 我问你呢 我就说 你说我妹妹 那你有妹妹吗 原先没有 现在有了 你愿意认一个妓女当妹妹 假如你愿意认一个逃兵 当你哥哥的话 你真是逃兵呀 知道许克翔 在长沙发动的马日事变吗 听说了 我就是从死人堆里 爬出来逃回武汉 我母亲天性软弱 明知道继父欺负我 也不敢吭声 只知道偷偷地哭 所以我逃了 为了生存 同时也为了羞辱我的母亲 我进了禁院 但很快我就后悔了 为时已晚 一时的冲动 让我毁了我的一手 叶子 我们是透明想念 老子在前线冲锋陷阵出生入死 到他来圈莫名其妙称身份不明的人 真是可笑 我们没有拿出身份证明 也怨不得政府 死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凭我杨帝才选 不在哪不能革命 偏跑到这衙门这儿 枯爷告奶奶受这份我能切我 人家态度一直挺成功 很狠狠的也没跟我们脸子看 反正这个地方我是不会怎的 绝对不难 杨帝 赵天心 苏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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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怎么在这儿 什么时候回武汉呢 回来有些日子了 是吗 我们一直跟聂天侯聂大哥他们在一起 他们怎么样回军校了吗 没有 为什么 苏老师 我们一直没有您的消息 我们大家可担心啊 不用担心 问你话呢 为什么 对了 你们现在住在哪儿 黄河龙附近的一家小旅馆 来 把地址写给我 在北伐宣传队干的怎么样 问你话呢 第四集团军在和平青岛 北伐宣传队也跟着解散了 是吗 老师给 我马上就是去政府汇报成沙的情况 好 回头我去找你们 到时候咱们细聊 好 好吗 好 就这样 就这么定了 好 好 四老师再见 四老师再见 再见 二哥你回来了 你知道大哥三哥满世界找你去问吗 你去哪儿啊 我去堕楼 二哥 这是天青帮你买的衣服 喜不喜欢就是他了 换上吧 来 我帮你换上 你知道吗 你一夜未归 我们大家都担心死了 你再万一出点什么事怎么办呀 我没想到 原来堕楼的感觉特别好 他这种激快乐 又痛苦的滋味 你到底去哪儿了 我去嫖妓了 你看戏去吧 看戏 好啊 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嘛 天青 这是二哥的衣服 二哥 看来你看得挺开心的 你觉得我真的开心吗 老五我跟你说啊 其实他不是开心是罪心 就像一个人喝酒喝到酣畅的时候 他是一种 四醒非醒 四醉非醉的状况 整个身体 就像悬浮在半空中 整个灵魂都出窍了 风往哪儿吹 我就往哪儿飘 就就就这么一直飘啊 飘啊飘啊 到最后我觉得累了 我就回来了 二哥 你说什么呢 老五啊 你听不见真好 正是因为你听不见 我才敢跟你说这么多心里话 你说 你能听见 我们见苏建奇老师了 他说他忙完事以后 会来看我们大家的 二哥 是吧 我总觉得你有点不正常嘛 是吗 不怕你说我自己都觉得自己有点不大正常 就这么一小杯红酒 而且还是昨天的事 我我我我竟然整整一整天就觉得自己像一个 识而清醒 识而迷糊的醉汉 被人拽过来拽过去的摇摇晃晃不能自主 就就感觉自己的身体像是躺在水面上 水流到哪儿我就飘到哪儿 温柔绵绵的 后来我感觉清醒多了 然后我开始讨厌自己 我完全觉得有声音在跟我说话 兄弟振作一点抖走精神 千万不要再堕落下去了 你觉得我堕落了吗 啊 老五你是好人 你虽然什么都听不见 但是你能够耐着性子 听我一个人在这儿痴人说梦 我走了 二哥 你又干吗去 去寻梦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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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这样 你能在哪儿啊 你不要因为司徒小音拒绝你 你就变这么颓废的 应该像我一样抖走精神 不要这么颓废 你能听见了 你什么 我 我 我说呀 刚才有一个声音跟我说过一句话 竟然跟你说的一模一样 二哥 你说 你说 我能听见 算了 我说呀 司徒小云算个屁 我找着比她更好的女人了 二哥 你说 你说 司徒小云算个屁 哦 司徒 屁 好女人 别走啊 姐 这鹰鹏 来 大家有马都不 白马 手包都有啊 这鹰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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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鹰鹏又来了 您这是 是 叶鹏 他呀 正上宫呀 你看看 我们这儿的姑娘 个个是如花似艺 你换一个 我等她 也好 来 你们请 请 我们是这位呀 这头老文客 已经进去一会儿了 很快就会出来了 这个叶子啊 现在正当红了 好多客人了 还在等着点摊呢 来 请坐 请坐 您歇一会儿啊 您歇一会儿 干茶 好嘞 您歇一会儿啊 您慢用 您慢用 好 您老鼻 您 HS1 这 您老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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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aking me agua 哪裡 您老鼻 那边 您老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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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 练习必保住的 你说苏老师说一会儿就来 怎么到现在还不来呢 要不这样吧 咱们先去吃饭 给他留张纸条 行行行 咱随便吃点赶紧回来 我这肚子确实有点饿 走 走了 在想什么呢我小乖乖 没事就是有点累 有点累 是不是让刘爷我给折腾呢 好了 改日啊 刘爷再过来陪你玩 好吗 我的小乖乖 那我先走了 好 走了 您常来 好嘞 你来啦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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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么假的 去 还有这个人 小乖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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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儿在这里插眼 小心你的脑袋 兄弟 走 放 上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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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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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方真不这样 我是看不得你和别的男人 你也不知道 知道 知道 但是年明啊 我看的就是出卖身体的英神 你不能帮拖子 你还不允许 你走 跟我走 我要好好地爱你 我要给你幸福的生活 我发誓 我一定会娶你 苏老师 苏老师真是你 苏老师 苏老师好 苏老师 苏老师 今天带的菜来了 给你们搭个铺 好好聊一球 太好了 坐哪儿啊 就在那上面 来 菜哪儿 孙建宇呢 他会朋友去了 接着吃 接着吃 快 就是给你们带的 跟我说说 你们回到武汉 这么些日子了 为什么还在外边晃的 其实吧 这几天 我们一直在犹豫 犹豫什么 到底该不该回军校啊 这还用犹豫吗 军校就是你们的组织 怎么连这点组织观念都没有 叶大哥他们本来是要回军校的 因为我和杨帝回武汉以后 一直没有着落 所以 你和杨帝也可以去考军校吗 苏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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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忘了跟你说了 杨帝的耳朵 让炮弹给炸坏了 是吗 还有一点点听力 得靠在他耳边 大声说才行 霍西福所依 伏西霍所佛 三文师马 研制非福嘛 看大夫了吗 看了 因为苏联大夫给做了详细的检查 怎么说 没有恢复听力的可能 苏联大夫说了 英国人倒是发明了一种东西叫助听器 就往耳朵上一带 像杨帝这个情况就能恢复听力 可是现在国内没有 这样吧 我认识一个老中医 挺有名的 明天我带你去看看 也许中医能管用 谢谢苏老师 苏老师说明天带你去看中医 谢谢苏老师 谢谢苏老师 孙静宇跟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些隔阂 你说呢 多少有一点吧 他是在旧军队混过的人 虽然比你们见得世面多 但也比你们复杂得多 在一些关键问题上 会左右摇摆 你们要跟他交心 不要坚定他的革命信念 嗯 我其实一直都梦想 有着一直能从这儿离开 结束这种 最深梦死 行尸走肉的生活 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每一天都在期盼 这一天早点到 尤其是北伐军占领了武汉之后 很多想获得新生的姐妹都从良了 我很受苦 但是后来 我看到那些姐妹从良后的结局都不好 尤其是金雅玉她们 下场还那么惨 我就开始犹豫了 你现在还在犹豫吗 说实话 为什么 你不相信我 你是信不过我的能力 还是信不过我的人品 都不是 只是我觉得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 我们才认识了两天 彼此之间还没有什么了解 你说你要带我离开这儿 你要娶我 我想你自己都不知道 你到底是一时冲动 你还是因为什么其他的原因 叶子 我很清楚我要什么 而你就是一只我苦苦寻觅的爱人 你要相信我 我对你是真心的 我相信你对我是真心的 那你还有什么顾虑吗 那你还有什么顾虑吗 你真的准备好了 赢去一个妓女吗 我爱的 是你这个人 怎么了 你是不是担心赎金 那确实是个问题 那不是一笔小数目 你放心 这一点你不用担心 我不用赎金 也能够带你离开 你要带我私奔 我要带你去找妇女协会 国民革命政府 会帮助你获得自由 真的吗 你现在看看外面 这是什么时代 是革命的时代 谁敢阻止你追求幸福 追求自由 革命的力量是无坚不摧的 谁敢阻止你 到了那一天 我会正大光明地带你离开 也会名正言顺地娶你为妻 我说到做到 你要是不相信我 我现在可以对天发誓 不 我信 我信 乡主在哪儿 在桌子上 你要干吗 我信 明月为证 我孙静雨 是娶叶子为妻 执子之手 鱼子偕老 你不信 不是 是是 什么时候 砸了 你不信 你不信 我信 你是你不信 我信 你不信 共产党是真革命 国民党是假革命 蒋介石是反革命 那我们 想跟着真革命的队伍走 共产党是真革命 蒋介石是反革命 这一点 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但要说国民党是假革命 则多少事实偏颇 应该说国民党里 也分左派右派还有中间派 其实 国民党里边的左派 应该说也是真革命的 但汪精卫是不是真革命的 汪精卫坚持三大政策 现在正在准备 讨奖的东征 从目前的言行来看 应该说 还是真革命的 但是国民政府里边 有各种不同的政治势力 军队的将领们 也是各有各的打算 这些因素 都对他的政治抉择 其实很大的影响 一个有信仰的革命者 是不会因为别人的动摇 而影响到自己的 你说得很对 所以说汪精卫到底是真革命 还是假革命 我以为 其实有着很大的变数 苏老师 如果汪精卫也背叛了革命 您认为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 那就意味着千万个人头将要落地 中国就此 将陷入灾难的深渊 我现在就去找妇女协会 你在这儿等着我回来接你 接我去哪儿 怎么先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呢 然后呢 然后啊 我找份工作 挣钱 我也可以挣钱 不用你挣钱 我养齐你 那我跟你一起接 等着我回来 静怡 我等你 静怡 张伟先生 那天让你到我家去你怎么没去啊 我 我 你这是 你没事自己不小心 我问你话呢 你怎么没去我家啊 我实际上去了 我看见河边寒冻水他们 我讨厌见他们 他们也是刚从长沙回来向我汇报情况 坦率地跟您说 不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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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而言是一场噩梦 政治斗争就这么残酷 您不觉得许克祥的行为太过分了 许克祥是党国的斗士 您这么认 当然 如果没有他这样的人挺身而出 共产党就会翻天了 我早就跟你说过 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只有三民主义 才能把中国带上富强的道理 可是我听说 唐生志将军有个演讲 他说 共产主义就是共同生产 跟国父的主张一样 所以三民主义也叫共产主义 你说谁啊 唐生志 唐生志就是一个糊涂虫 不过他现在都开始清党了 国民政府马上就要行动起来 开始清党 汪精卫主席 之所以还没有跟共产党摊牌 那是因为张发奎 对清党很不积极 他为什么不积极 是因为他手下大多数人 都是共产党 他怕清了党伤了他的元气 我跟你说的都是 最高的核心机密 你是有大出息的人 千万不能让我失望啊 那我应该做些什么呀 回军校去 回到你那几个兄弟身边去 回军校我也能干什么呢 在军校里 共产党的势力很大 一旦开始清党 不会有案 你那几个兄弟当中 除了寒冬水 都是青鬼分子 你密切注意他们动向 随时向我汇报 您觉得武汉国民政府 也是清党 会不会对军校的学生动手 你不要管这些 我告诉你 如果你抓住了机会 在清党当中 发挥自己的才干 你就是党国的功臣 如果你失掉这次机会 你会后悔一辈子 永远记得 个人的利益 和党国的利益 是联系在一起的 而党国的利益 永远高于一切 记住了这一点 你才会有大出息 敏月为证 我孙静云 试取叶子为棋 执子之手 与子携傲 如果你抓着这个机会 在清党中发挥才干 你就是大国的功臣 如果你失掉这次机会 你会后悔一辈子 靳云 我等你 如果你失掉这次机会 你会后悔一辈子 你会后悔一辈子 剑雨哥你回来了 我东西都收拾差不多了 但我现在想不起来 我现在还有什么东西要带的 你帮我想一想 你快 父女协会不管 我就没去父女协会了 为什么 很抱歉 叶子 我想我无法实现对你的承诺了 我们身旁在一个糊红烈烈的时代 陈妮与儿女情长是对这时代的辜负 我很惭愧 我觉悟得晚了点 对不起让你失望 叶子 我是一名军校的学生 是一名革命队伍里的军人 我的未来是在战场上 我的未来是在战场上 我一旦踏入战场 将随时面对死亡 你明白吗 真是因为我爱你所以我不能娶你 希望你理解我 您是怕你死了或是有寡吗 我是怕你再痛苦下去 何必把自己说得那么崇高呢 其实我早就明白 你对我的许诺 不过是疯场作戏吧 我没当真 我没有对你疯场作戏 我当初是认真的 现在依然是认真的 像你这样的男人我见多了 但是让我碰上 还是第一个 我也不知道是我幸运 还是我当务 但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 跟你在一起这两天 是我这一生中最开心的两天 谢谢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能有这两天 对我来说已经足够 你让我做了一场梦 一场美丽的梦 现在梦醒了 梦的记忆 将伴我度过余生 更小事 你不敢不敢不敢不上 月子 你走吧 我是真的来的 来吧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酸账厉害 酸账就对了 是好事啊 怎么说有希望 现在还不好说 先扎上时间看看吧 二哥 二哥 你去哪儿了 你去哪儿了 你怎么也不跟我们说一声 知不知道到处找你呢 大哥 我就出去溜达两天散散心 没事的 你脸怎么了 你是不是跟人打架了二哥 问你话呢 我在街上 遇见两个辱骂共产党的小流氓 我有点气不过 跟他们打了一架 没事吧 没事 放心吧大哥 老三 干吗